好 主播各位观众 救护车行驶在国道上沿路鸣笛 但是前方这辆小客车 说什么就是不让道 就算救护员员呢 已经广播小客车的车牌 但是这位驾驶呢 似乎还是无动于衷 让车上的家属实在是好交集 因为自己的孩子状况相当危急 那为了要抢救这位 小孩呢把握黄机就业时刻 家属还特地安排重镇家户的救护车 来北上 而警方接获到检举 将针对这位驾驶来开罚 首先当时救护车上面的小朋友 送医后状况是相当的稳定 目前在台北住院观察当中